现在手上拿了一杯是什么呢 黑黑的水 是的 这就是我们有些时候 经过了一些百多年 没有更换的一个水管 还是我们的储水库很肮脏 有那些杂质在里面 但是我们这999买回去 是四成的过滤心 我们就要给你看 它到底过滤得了那么肮脏 很多杂质 很多细菌的这个水 你看 从那边这样子过来 经过我们这个四成 我们是没有做任何的东西的 对 从那个黑黑的那边 一个水 到我们这边 它过滤了四成的滤心 出来的这个水 Everybody请看清楚 这里的水 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干净呢 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不要忘记是什么呢 非常的干净 不要忘记是什么呢 今天为什么它可以发挥到 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那是因为呢 我们有四成的一个滤心 这四个滤心都是韩国原装进口 等同于说什么呢 其实跟外面大牌是一模一样的哈 今天平时你买一些比较便宜的话 只有这一个滤心而已 也就是沉淀滤心 它呢就是把一些比较大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污垢啦 泥土啦 沙啦 灰尘给过滤掉 可是没有后面的这些 我们呢是有多一个活性的碳滤心 又有碱性的滤心 再加上呢一个多余的滤心的时候呢 包括说一些大的颗粒啦 气味啦 或者是这个病毒啦 金属 重金属 细菌 到最后呢 把我们的气味 以及我们的这个 都一并的这样子过滤掉 出来的就是一个纯净的饮水啦 是的 没错 那很多人讲说 欣欣你真的敢喝吗 我直接现场啊 全马来西亚的人都在看着我 刚刚的那杯黑黑的水 我闻一下它有没有味道 没有咧 对不对 比妈妈的那个水龙喉水 包出来的水还要再香咧 真的 而且呢 我跟你讲 包水还要花时间 这个你是直接可以喝下去的 所以呢 今天呢喝了一杯干净的水的时候呢 家里的全家人的健康都有保障 真的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一个气味 对不对 也非常的好喝 是的 就是像我们平常在外头啊 买到的那种啊 放甜水的那种 这么快速 24套已经卖出去了啊 今天真的 最后的108套 你减掉24套 剩下多少套哦 全马3000万人在跟你抢啊 是的 没错 999直接呢 让你带回去 而且呢 今天我们这个水 有一个好处 它是一个微碱性水啊 是的 没错 所以呢 刚刚呢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呢 实验品倒下去了之后 你就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它会变成黄色 那就是因为呢 它是过于酸性了 所以酸性的水啊 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呢 没有那么的健康 因为平常呢 我们已经吃进了很多的肉类 很酸了嘛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呢 我们就是要呢 去平衡酸跟碱性 所以当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可以喝到呢 我们纯净的水 也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微碱性的水 是的 大家都知道哈 如果身体已经是很酸性 你每天喝水 又是喝一些微酸性的水的话 对身体的负担是更加的严重的 那今天呢 有了微碱性水的话 身体的pH就可以调和一点哦 长期下来对身体的这个状况呢 也是比较好的 不要忘记的是什么呢 今天更加方便 很多人现在在家里还要包水呀 这些呢 浪费很多时间对不对 包了热水过后 要等它摊凉啦 Baby哇哇哇 讲说我现在要喝奶的时候 你还有时间去调这个放温啊 还是怎样的吗 今天呢 有了我们Sincaro过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呢 它有一个很聪明的 就是Chow Lock哈 比如说一些热水的时候 你一定要按着它 然后呢 它才会出水 现在这样子 它是没有出水的 有没有 但是呢 你今天呢 把热水呢 放进去的时候 一定要按着 它才会有出水的一个情况哈 好方便哦 而且最主要的是 你要温奶的话 你就放一点热水 再加一点冷水就可以了 不用呢 直接放凉 等然后再冷热 这样子才很麻烦 是的 就是这么的方便啦 所以呢 可能说半夜你起来的时候呢 就很简单 这样子呢 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而且呢 不要忘记是什么呢 今天呢 除了热水之外 也是有冷水哈 今天呢 我们这个冷水呢 就是介于八十 我们的这个六到十度之间 OK 这六到十度之间呢 你今天呢 要可能说泡这个消暑的凉茶啦 或者是菊花茶啦 或是蜂蜜茶啦 都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不要忘记的是什么呢 今天呢 有冷热水这个 feature的话哈 通常很多时候啦 我们都会讲说 比较贵一点 对不对 真的 今天你呢 可能用租的方式 已经知道 被清了的话呢 今天这个108套 你绝对要把它带回家